庞统和诸葛亮到底谁更强 关于这个话题 相信不少懂三国历史的看官朋友 都有自己心中的答案 但是就事实来说 庞统 诸葛亮他们二人的 才能是显而易见的 如若不然 水晶先生也不会说 卧龙奉处 得一可安天下 但是让人尴尬的是 刘备得到卧龙 奉处两位大贤 但是刘备却是第一个败亡的集团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如果非要总结出刘备败亡的原因 那么当年 关于丢荆州 这绝对算是最直接的第一原因 关于之所以会丢掉荆州 其原因就是刘备的战略错误 这才导致关于兵败相反 同时关于孤军深入相反地区 刘备却在川鼠坐山观虎斗 不派遣关于一兵一族 甚至连粮草问题也不过问 在关于水淹于晋七军之后 收降三万降族 也未没有粮草 关二爷还不得不擅自取了孙权 在相关的粮草 以补军序 在史料资质通鉴中记载 宇德于晋等人马数万 粮食法爵 擅取全相关米 全文之 遂发兵细语 看看 这其实就是刘备作为川鼠掌门人的失职 如果刘备支援粮草即逝 恐怕关于也不会遭受孙权 曹操两方兵力的加工 当然 刘备也得到了应有的教训 那就是关于败王 荆州一主 对于刘备来说 这个代价真的是太大了 不但让诸葛亮当年所提的龙中队的战略 无法实施 而且还让自己十多年的奋斗成绩毁于一旦 其实对于刘备来说 他如果采用庞统的计谋 不但关于不会过早战死 就连张飞也不会因为关于的死 性情大变最终被下属斩杀 在诸葛亮北伐无果 临终之前才发现 庞统当年的计谋 确实是比自己要高明 那么问题来了 庞统在生前到底给刘备提过一个什么计谋 这个计谋真的可以保官于不死吗 众所周知 奉出庞统先生在投奔刘备之时 是不受待见的 起初刘备只是给了庞统一个 磊阳县令之职 索性张飞查岗之后 才知道了庞统确实是一位大才 这下子庞统才有机会被刘备重用 刘备知道庞统有真才实学之后 便直接把庞统提拔为军师中狼将 与诸葛亮职位不相上下 除此之外 庞统还提出了一个重要决策 庞统私下跟刘备表明 荆州这个地方 常年处于你争我夺的境况 而且四面发达 并且不适合长期在此处发展 北边的曹操 东边的孙权都会想办法途去荆州 由此以来荆州早晚鄙视 加上蜀汉集团本身实力较小 在当时根本无法跟曹卫 孙无相抗衡 由此以来放弃荆州 将整个战略布置到一周 这才是上上之策 在史料九州春秋中有明确的记载 荆州荒残 人物担尽 东有无尊 卑有曹氏 顶足之计 难以得知 从这段记载来看 庞统的主要战略就是要以一周为根据地 迅速壮大才是根本 然而诸葛亮却是建议先要占据荆州 这一点在庞统看来 无异于会让刘备陷入更多的兵力 还有物力进去 从而让刘备无法迅速壮大 还有一点就是如果以荆州为发展根据地 势必会常年卷入战事之中 即使有机会发展 但是也会遭受战火的袭扰 在关羽镇守荆州期间 正如庞统所料 曹魏大将越晋 文聘 曹人等都与关羽发生过战事 在史料三国志魏书十八文聘传记载 有功与资重于汉金 烧起传于京城 同时 关羽长年与孙吴对峙 并且最后还发生了单刀附会 还有香水化戒等不愉快 总体说来 刘备派遣大将关羽镇守荆州 的确是劳实费力 公元二百一十九年率军北伐相反 虽然起初打了胜仗 但是最终孙吴趁着关羽出兵之际钻了空子 迅速派遣吕蒙 陆迅等将将荆州控制 而关羽呢 也因为在战场之上孤军无援 最终失利 本要退回荆州一带使命 但是当时的荆州 已经落入孙权之手 说白了 关羽在荆州镇守十数年 到头来 却是白白浪费了生活 还有时间 如果按照庞统当年提的战略 刘备已一周未发展根本 对于荆州来说 刘备只需要与孙权保持合作关系即可 再者荆州有不少百姓是刘备之前的民众 如果刘备一直以仁义之心加以对待 恐怕荆州民众也会向着刘备 而孙权呢 本身与刘备有着联盟关系 他是不会轻易与刘备撕破脸皮的 况且孙吴的军马 只擅长打水战 如果在陆地之上 孙吴兵马的战斗能力也会大打折扣 说不定 孙权还会主动跟刘备合作 趁早完成北伐曹魏的战略蓝图 由此来看 庞统当年所提的战略 是完全符合刘备的发展方向的 也为庞统看穿了孙吴兵马 想要在陆地之上翻起大浪化 这恐怕也是不太现实的事情 更何况曹魏兵马各个是陆地战高手 对于刘备集团来说 陆地战也是他们的强项 到中后期刘备集团甚至出现了 武当飞军 还有白尔兵这样的顶尖作战队 曹魏就更不用多说了 当年刘备也是亲自体验到了曹魏虎抱旗的厉害了 因此总结来看 孙吴在陆地之上的战斗力 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 这也是为何孙权穷尽一生都无法跨进中原的根本原因 公元214年在庞统的取义州的战略之下 虽然刘备得到了一州 但是庞统却在落凤坡身死 刘备对于荆州的防御工作 他并没有放弃而是交给了关羽 后来刘备与诸葛亮 法正 刘八等人共同平定川中 法宅属汉 法正还提出了汉中策战略 说白了也就是收回汉中 然后从中原出兵 这样虽然加长了战事时间 但是在陆地之上跟曹魏打仗胜算也是五五开 同时 如果刘备与孙权达成某种协议 就犹如当年周瑜借荆州道扬言攻取一周一样 届时孙刘依然是联盟关系 恐怕孙权也不会搏刘备的面子 毕竟纯王齿寒这个道理相信孙权是懂的 由此一来 刘备只需要给孙权好处 便可借荆州道 水路并进 攻取曹魏 不但诸葛亮的龙中对战略可以实现 就连法正的汉中策战略 也是可以完全利用上的 诸葛亮在北伐之时 这才明白了当年庞同所提战略的高明 荆州虽然是用武之地 但是常年处于战略核心 换作谁都无法镇守 谁是荆州的主人 就跟他战略合作 这才是王道 如果想要长期在荆州发展 恐怕是行不通的 除非以一方之力将荆州全部收回 但如此一来 其他势力也会对荆州这块土地日思夜想 总体来说 荆州这块土地没有强大的实力 根本无法稳住脚跟 这块土地没有强大的实力 这块土地没有强大的实力 这块土地没有强大的实力